嗨,今天是新來味20週年的企劃 大家還記得他嗎? 我們算是20週年的企劃是一年前了吧 這次今天又是我們謹慎的台灣歌迷 台灣歌迷現在是多少啊? 二、三十個吧 所以如果來開演唱會的話 差不多開在那個 可能產品書店 旁邊還會打電話來投訴 真的,你們今天特別吵 不外還唱一連串的慢歌 用吉他伴奏那種不差點 很像《大早愛不紅》的時候的歌耶 喔 好啦,我們今天就是要開 新來味最新的專輯 My name is 點點點 所以你這個是FC盤 我這個是FC盤 它裡面包含了 就是Angel慢歌 還有這個Monster 這種比較野性的無曲快歌 兩張合在一起 對,FC盤才有L加R 不然它其實這張是分開賣的 然後我跟你講 台灣就是很好力加載 大家睽違這麼久 沒有台一樣的專輯 耶 竟然也是把L加R合體 謝謝台灣愛輝 愛貝克斯 我這個價格大概是你的這個的 五倍吧 沒關係,我也是五倍大小 對啦,質感也有差 但我們來比一下我們的特點 嗯 我們台灣送的是明信片 耶 OK 日本的網友 如果你透過官方後援會買這個藤專輯的話 送的是這個 破麻布袋耶 哈哈 你在你設誰 破麻布袋 真的好薄喔 我跟妳說就A4托特包 他一開始做了設計的時候就是這樣 我以為是一個 Inmate圖 他們很喜歡做一個形象 對,Sample 對,然後Maybe不是真的 你可能拿到會覺得 Surprise 結果就長這樣耶 會透光耶 會透光耶 透光耶,大家看到嗎 這個比我平常敷臉的面膜還要薄耶 好爛喔 破麻布袋 欸,台灣人要很貴耶 578 真的蠻貴的 長這樣而已耶 裡面有哪顆東西啊 裡面有那個側標 欸,我小時候會留側標 我現在還在留耶 我有一本小側子都是新年會的側標 像二手轉換還是很方便 我沒有辦法 你休想氣坑 然後我們封面是這樣 那很辣的 然後背面就是 一個爵士的造型 哇 哇 它整個就是走一個霓虹燈的感覺 對,跟它封面有打到 沒錯 台灣是出兩張CD 整個DVD 整個DVD 這個是寫偵測嗎 對,我們最愛的歌詞本 好久沒有歌詞本了喔 我覺得台亞最開心的一件事 就是會有 翻譯 OMG 有翻譯本 你猜一下我們大方的信條 有沒有放幾張照片 我先墊一下有多厚 六、七張了不起吧 我跟你講 你會失望 這裡面至少有15頁啊 六、七張照片不為過吧 但因為它歌也很多啊 歌詞也很長 第一張是帥 然後第二張 是一個樂譜 哇,樂譜在身上不錯啊 這個口音單元很好 沒了嗎? 沒了 謝謝 我們今天開箱就開箱了 誰要看歌詞啊 天啊,真的很認真少耶 這邊單曲差不多少耶 沒了耶 沒了耶 顯上網路上賺 官網圖還比較多喔 真的耶 天啊,好可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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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憐耶 但如果就是想要支持他 但沒有錢買進口的 還是可以多多支持台亞 那台亞應該數量有限 所以就是 我覺得全台大概 百張 有嗎? 賣不完 我剛才去買的時候 價差還有一張 所以這間店可能只記得三張 有可能 因為以前就想說 你等一下我剛才去買 然後發現 啊,價上沒有 然後就問說 是不是賣完了 然後他說 喔,沒有金 台亞結束了 我們來開 期待已久的這個FC盤 墓碑版 墓碑 我會買這個 另外一個很大原因就是因為 他也是L加R加在一起 他除了裡面有兩張CD之外呢 他還有一張藍光 藍光裡面的收錄呢 這次專輯裡面的 裡面有四支MV在裡面 還有幕後製作花絮 還有喜歡喜歡喜歡的 走音版 我要賣喔 我出了這個 我要賣 不是走音版 他是知名動畫 福星小子 福星小子這個動畫 特別做了一個MV 但其實就是放他的音樂 然後動畫剪輯 動畫剪輯 我不知道這有什麼好 群頭會不會 之前開賣的時候有上架 上架每兩天他就發公告說 喔,因為版權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會把這一版 放往上賣 就是因為這個動畫 我會覺得很可惜啦 如果是我 我就會把他們拿掉 哈哈哈 為了海外去 巴西有粉絲啊 法國也有粉絲啊 搞不好他權頭加起來 就是也才5萬了 欸那很多欸 5萬還比日本國內的銷售還要好 是嗎 國內不上來7千 哈哈哈 好啦,來開箱囉 好 其實我很喜歡他的封面欸 很新的造型 然後又有點 我喜歡他當陷阱欸 好,嚕來嚕 欸很重欸 他是整個像桌友一樣 要這樣掀開欸 你先 我先了 哇 哇 是 L加R 這樣 湊在一起 然後裝在那個大銀盒裡面嗎 所以他只是盒子有花錢 OK 我們搞懂 哈哈哈 所以我們這樣拿下來 這下面還有東西嗎 有吧 那我們先開 後面要生氣了 哇 好美欸 贏了贏了 我現在有一張了 兩張三張 你這是寫真測啊 你不要吵 喔 就是寫真測是不是 對 所以他把兩個不同的造型 分開來做兩張寫真測 OK 我沒白買欸 對對對 很漂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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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很漂亮 買對了也很漂亮 欸這個很好看 我喜歡這個造型 這本是Monster OK 是Fung in那個造型 對 哇這個唇色是什麼 黑色嗎 藍紫色嗎 金金的 很讚耶 嘴巴永遠閉不起來歌基 很美耶 歌跟起來很不錯 綁襪子 怎麼放這樣呢 嗯 正正正 真 真是蠻顯然的 真的 這應該就是那個了吧 CD本人了吧 展開圖啦 哇 歌詞長在這裡耶 這麼美的 哇 哇 哇 沒了耶 哇 OK 這個就跟台牙板一樣 這個也有點不一樣 這個也一樣 蠻像那個婚禮的那個 等下 請幫我簽名 對 冰克來這裡簽名 很不錯 我很喜歡這次的專輯耶 好好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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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再開個團購 那我覺得很值得 我覺得就是買一個寫真集啦 不要覺得自己在買專輯 那關於這次的曲目 大家其實都聽過啦 畢竟數位上線已經一段時間了 好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這張專輯 最喜歡的歌吧 Ello跟R 各選一首好不好 只能一首 Angel都是放比較抒情 比較元氣一點的歌曲 但元氣曲上來都是我比較不愛的 對 我比較喜歡Monster 這種比較有攻擊性 Agressive 比方說五曲類的 我最喜歡第三首 Four 我也很喜歡那首 但我覺得這首歌就會非常有成熟 然後很適合28歲的人聽 目標這麼明確喔 就是一個28歲 然後好像經歷過一些人生的蛻變 然後要往一個30歲的成年邁進 但是呢 你又想要保留青春的那種 拉扯 我聽到這個 是這種感受 對這種感受 我聽到這個感覺 這首歌主要是因為 他這首歌其實準備了很久 他就在家裡面做歌 然後他說 他做得好像是用很多歌迷留言 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從各地方搜尋歌詞的元素 然後重複起來一首歌 哦 原來這麼感人 是 他罵他的咧 罵他的 可能他寫一首中文歌囉 好 那我Angel其實我也喜歡Four 但我覺得我要選一首 我很喜歡Along 你確定 Along是我覺得最奇怪的一首歌 原來一開始就有那個 Lady Go Lady Go 我很喜歡Lady Go 像他這個跟他有點像 了解喔 所以我就很喜歡這首 然後就 Angel裡面你最不喜歡這首 Puff Puff的Live很好看啊 1 2 3 4 Puff Buff 1 2 3 4 Puff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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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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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4 我第二張Monster裡面我最喜歡的這首歌叫Work It Work It其實讓我想到它在Trick裡面有唱 Hurry Up 是很快然後可是沒有人聲 然後一直重複的這個電子的東西一直流 我是覺得有在我學歷裡面流暢的感覺 我聽到的時候是一直快想到的畫面是那個演唱會 然後剔頭這樣 比照人氣低迷的說 好我喜歡Monster的是No One 原因是我覺得這首歌是不太像它前的曲風 韓電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很棒 就是它有做出突破數字圈的歌曲 對因為其實大家有在收聽各國曲風的部分 就會發現其實日本的歌曲元素 還蠻大多數的歌手都還在唱很日式的 對 好的那今天就是新來問20週年的My name is XXL加R的專輯開箱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希望就是忘記它的歌名還可以回來 有啦有啦這次看到公面 有嗎 有就是我們子群組裡面有一個 路回坑 我覺得很棒 我是覺得支持音樂創作者最最最最最基礎的表現就是 真的去支持購買他們的作品 無論你是用數位付費下載的或是線上收聽 就是一定要從正版的管道去收視這些作品 所以如果他看到流量會有比較好 所以他可能就知道 啊應該做什麼曲風大家會比較喜歡 所以如果你喜歡它蠟的話 就請多多聽它的蠟歌 對它以後就會做很多蠟歌 好那今天是今天的開箱啦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剛剛真的喜歡性甜的朋友 他很久沒有出有台鴨的 東西 對 希望大家可以到唱片上支持正版 然後實體的專輯 其實我還是每次說到專輯本體 我還是有點小感動 天啊我還追得到這些歌手所 對因為很多人真的已經完全不出實體的東西了 對